聽過家長叫小朋友不要跟我玩得太近 不知道是不是傳染病 七個月大的時候 希童確診患上重型地中海貧血症 由於缺乏血紅蛋白 希童終身都要輸血 因為家族沒有異常遺傳病 他們沒有意識做婚前檢查 加上當年產檢技術不像現在那麼先進 很多父母都不知道自己是基因攜帶者 遺傳給女兒之後 他們很自責 確診之後一開始是八個星期 然後慢慢帶就五至七個星期就輸血一次 到我帶定了 我想初中的時候 其實我就每四個星期輸血一次 就維持到現在 一兩個星期 其實精神是OK的 但是到臨入院那個星期 其實很容易臉色會蒼白 然後可能限量步就會心跳加快 每次輸血身體都會積聚鐵質 早年只可以打針清走過多的鐵質 如果不然生存不到很久 希童兩歲就開始打除鐵針 因為我打了差不多十年 其實我手腳是沒什麼位置打的 那我是一個星期打五爛的時候 我是左邊和右邊肚子輪著打的 第一次跟她打的時候是手抖 其實打了下的時候 其實她哭的時候我也想哭 通常就八點多 九點就要打針 因為起碼要八至十個小時 她回六點半要上學 所以六點鬆一點 我們就要跟她拆針 那時小時候扭機 會跟媽媽說 你打我吧 罵我 不要打你也不要按著我來打針 到我真的知道可以長期間這樣吃的時候 其實我那天是很開心 我那些疤痕 可能終於有消散的一天 其實我是真的很開心 而且我覺得 因為那時我開始吃都開始大 我會覺得不只是free了我自己 其實我再想一層其實是free媽媽 如果說這個病其實我已經接受了 因為我不會覺得她說是乎累 但是是我身體的一部分 這是我無法避免 亦都不可以說否認或者掩飾了的一部分 現在看將來的話 我能力以來可以好好照顧自己 已經是我覺得可以叫做超額完成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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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